何熙 妳是不是昨天把他改名 我現在養的所有生命 都不聽我的話 好久不見的何熙不甩人 無山如常常適回歸寵物實境秀 手機請來新生代男神陳浩森 帶著猛寵短短來玩 領養還是去 是我去領養 就看到他第一眼就他了這樣 不是 第一眼是另外一次 真的假的 一眼中情是別人 活潑的短短起初可是很冷漠 一個眼神讓陳浩森宣定他 不過忙於工作的陳浩森 近期藉由帶他上寵物民宿時 敬才重溫感情 他加入還帶自己的 他算是電狗 對就很不要臉一次帶兩個 你有收兩倍的費用嗎 沒有不敢 沒有不敢嘛對不對 因為也不確定他表現如何 那下一次不一定 那記者給他 記者都會問說 那請問你給短短打多少分 這樣子 100分 Candy則是無奈生產一個月 赫喜住在親戚家 錄完還是被他當陌生人 現在太陽都下山囉 赫喜還是給我那種 不屑妳的那種 對 就陌生的表情 我想說 欸 我好歹養他養了三年多 就我的觀點裡面 他的乖是 他會自己在那邊失控 喔對 他不凡人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乖 對對對 他不凡人 然後叫他還是會來 對 就他還是會在自己的範圍裡 叫他來 短短 對來 來啦 你看來了吧 來了吧 好 來來來 來專訪 陳昊森坦言 帶著愛犬來錄影 很緊張 不知該說些什麼 不過也跟Sandy打勾 約好下次要帶來 最好笑的笑話 這回帶愛犬來執行任務 即便過程不輕鬆 也留下美好回憶 TVBS新聞上面 在紅天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TV